有網友問 怎樣才可以做到懂得和自己交朋友的境界呢 要舉一個例子 一去到你外關頭做一件事的時候 有很多警察去找你出來閃身 卸博 那個不是你來的 知道嗎 你平時都不是這樣 但到有利益的時候 你有很多藉口想出來 或者要背鍋 就說你的朋友很難搞 那你怎樣跟他交朋友呢 你就要認識他 那些壞東西走出來了 那你那六個賊 因為你有六個朋友 跟著你 但是那是賊來的 識聲香被觸發 就是這個六個朋友 吸引你的 就是你的慾望 你知道這個六個損友來的 你就是交朋友 就是你原來六個損友 你怎樣利用到這些損友變為益友呢 那你可以上我的HAPPY HART 來看一下我這些書 就是教你 怎樣把你的六個損友變為益友 是吧 就是走出財氣 最簡單 走出財氣本身沒有壞的 你懂得享受他沒有壞的 但你不懂得享受他 你就慘了 你被他拖下水了 就是這樣解了 那你怎樣學會 跟這些壞的朋友去交手呢 但是他跟著你 你普通識朋友 他都不是對著你 但是這六件事 也是對著你 癡身 如影隨形 就是等於你的身體 站在那裡的影一樣 你走到哪裏 跟到哪裏的那個身影 就是你有六個隱蔽的朋友 我們個人都有的 就是那個識聲香的觸發 也眼一被四身地 作為一個傳媒 就是那個宗戒來的